好 来看一单讲问一宗元朗的士命案 怀疑两名粗普通话的女子可能因为感情问题 在的士上车期间不让死者上车 其后死者被统瓜了 而两名女子大无私让乘坐另一名的士逃去 而载载的士司机完全不察觉刚倒油 后来第二天听新闻 难道我载载了两名女子 后来回到现场协助调查 两名异常冷静 刚倒油也不紧张 另外两名说普通话 不懂听 不知道是什么 也可能他在说谎言 即是乡下话 不只是普通话 可能在说乡下话 因为普通话你怎样大 他也听到一点 另外车流下了血迹 路面应该看到一小摊 但其实更大摊在车厢里面 他是怕黄标黑白了 但我去回媒体看 零一那些去看 警方很晚的闪电速度 警方的媒体说 案发在凌晨4时 但第二天立即去到住所拘捕 你犯案是凌晨的 意外犯案是必定被人跟随 因为你避不了天眼 天眼太多 但你有心犯案也不代表 一定可以避到天眼 还有你可能那些 蓄意犯案的可能是换衣服 或者自己有车换架牌 各种各样 但都跟着了 现在太厉害了 这些天眼 就说闪电速度是拘捕了两个女子 一个是36岁 就怀疑是陷友的那个 两个人在天水围天晴村 晴碧楼 在元朗节的市 什么都近了 元朗天水围 36岁的怀疑是谋杀疑犯 就报清家庭主妇 还要今天是她生日的 真是死不死 为什么警方在调查 是否感情问题 而感情问题的调查 也是其中一个方向 会从多方面调查 另一名女子是37岁 姓林 无业 现在的涉嫌 协助罪犯 很糟糕 另外 封锁了现场 然后男子送院期间应不治 因为被利器插箱 就怀疑当时案发 两名女子先登上一架的士后座 随后死者再上车 吵了一会儿 有人听到死者说一刀两刀三刀 两个女子下车 然后转成另一部的士就离开 其后 这部案发的的士的司机 什么事 流了血 还说已经没了反应 立即报警 但是 来到现场 似乎已经死了 左右空口均有 两英寸长刀伤 送院时已没有呼吸 最终不治 现在警方列作 谋杀案看待 然后车上还遗留了一条铰匙 这是第二部的士的司机 其后被零一访问 说当时接载了这两名女儿 疑犯 当时在车上听她说普通话 她没有遗疑 在后面看到她们在前面 和一个男士 摇摇了一阵 而两个女孩从的士的右边车门 上车在左边 这里是左边 她在右边车门 下车 其后上了她的士 不以为然 就以为是吵架 以为是吵架 煞气就不坐 就走 坐第二步 没有遗疑 她说 被你倒下车也不会这么冷静吧 他第二天吓死 第二天先听新闻时 撞你 车两个疑犯 就是谋杀疑犯 其后回到水边围村 协助调查 当时她在 孖苗路的士站等下 排第二个位 前面就是案发的那部车 类车在这里挂 看到两个女孩先上车 死者其后再上 三个人都有一些走意 都是坠坠地 她估计应该在附近的酒吧玩完 今天三个人是分开走的 站在前面的车 聊了一阵 那两个女孩不想让那男孩上车 她说那男孩不是跟他一起坐车的 他们是聊聊天 聊了两句 然后上车 但是上了车之后 车闪到门 她也不知道什么事 以为是吵架 然后两个女孩下车 上了她的车 说两个女孩是 说普通话的 她形容不知道她们说什么 其实应该不会不知道说什么 应该知道她们说什么 忍了听 可能没有留心听 还有可能她们说普通话 夹杂的乡下话一起说 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她说什么 如果你没有听这些话 你真的不知道她在吵架 形容她们是非常镇定的 完全想象不到她们刚刚在那辆车 倒了油 可能她不知道 统两刀以为是没事的 但是也会惊慌的 的士哥哥就说 大哥 你统完人家一刀 不要说统不统瓜 你统完人家一刀 应该也很害怕 现在是左右空后 据报称 即是你统两刀 应该很害怕的 谁知道 她们若无其事 最后她们在天晴村 尾心对开下车 司机坦然 看新闻才知道 这么大件事 出刀 最多以为她们是吵架 吵架 这件事是很严重的 为什么会让成一个统瓜人呢 从入夜到天亮 一直在尽快搜索 会不会是男子 搭散构那两条女子 那两条女子不受构 继续纤扰上去 两条女子上车 刚刚可能她们的包包又有袋 包包又有袋 不是有袋 是刀 那袋 她们背着袋 可能带着刀 又会 可能也不奇怪的 你下酒吧 袍 带刀 旁阿申 但也不用二话不说就捅人吧 可能是不受构了 看看警方如何查 大家如何看这宗的士命案 竟然这么大胆 狼死 捅两刀 你就戒两下或者吓下去 要不要捅下去 这就留待警方去调查 或者不排除那把刀 未必是他们 真的留待警方进一步跟进 看看你又对这宗新闻有什么看法 如果听到这里帮忙 按订阅支持一下 谢谢收看